中文字幕志愿者 下午好 欢迎收看1月20号 星期三的《活力加油站》 我是Desmond 真未耀 大家好 我是陈丽婷 那我们常听有人调侃女生说 你今天脾气不好 是不是更年期 朋友 这可能真的是她的更年期 因为有些时候我们都会说 好像这位女士 那么无端端地可能发脾气 还是等等的 就是脾气暴躁 那我们就会说 她可能更年期到了 那么但是我们每天在说这一句的时候 你没有真正去了解什么是更年期 今天就一起来探讨这个主题吧 更年期可能提早到来 一起来看一看 当女性在生活中时常情绪暴躁 喜怒哀乐无常时 很有可能就是更年期的到来 有些人症状轻微 有些甚至完全没有症状 但有些人的症状却颇为严重 许多人认为 更年期是50岁以上女性的专利 但随着女性生活和工作压力越来越巨大 更年期也会提早来报道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 2030年全世界会有12亿以上的 更年期妇女人口 而更年期综合症也已经出现了 年轻化的趋势 更年期是每个女性必经的正常阶段 但它带来的症状却让不少人感到困扰 而且一旦出现症状就应该警惕和重新调整生活 应该如何调整以平和地度过更年期呢 今天就一起来探讨吧 刚刚看到这更年期的年龄 想想我可能还有十几年而已 就到我了 所以先把这个医生请出来 请他跟我们好好聊一下 我们的医学抗老医生邱永腾医生 欢迎你 你好 Dr Koo 你好 Dr Jeff 你好 Dr Jeff 你好 那么 Dr Jeff 可能我想了解一下 因为我是男性对不对 那么我们有提到女性的更年期 可能就会提早 那么一般如果健康的话 一般上的更年期是会在哪一个年龄层呢 一般医学的研究来讲 亚洲 尤其是亚洲 我们的年龄大致上介于50到51岁的平均 是 这个范围里面 但是现在我们发现到 越多人越早就开始面对更年期了 所以他的更年期的范围扩大了 从45岁到慢慢55岁 就越来越扩大了 这样在你的案例当中 有没有一些病人 可能他40岁或者是30多岁 已经有面临了更年轻的 更年期的这个 怎么说呢 问题 问题 其实是有的 现在我们在医学的平时的看诊之下 也逐渐的平密 看到一些比较年早 大概40、42岁 就开始有一些平均更年期的症状了 所以我们也发现到这一方面 需要更加慎重地去看待 那通常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女性 比一般人来得更早而经历更年期呢 一般更年期是在 就是从我们的基因 它已经是设定了的 就是说你的母亲或者是姐妹 我们大概可以知道 但是如果生活上太过多的一个压力 或者是不健康的生活作息 长期缺乏睡眠 长期在压力的 这个很高压力的状态之下生活 或者是饮食方面不均匀 不健康 或者有抽烟 熬夜之类的 或者是大量完全缺乏运动的 所以种种这种因素都会逐渐地导致 我们早期的老化 我们人类的老化慢慢地提早 一老化现象明显的话 就进入这个年期的机会就越来越高了 但是Dr Jeff刚刚你提到的这一些因素 其实都好像是一般在城市里边的女孩 都会面对的 对不对 每个人都会踩到的地雷 是 那为什么这个地雷有些人踩下去会爆 有些人不会爆 其实这方面来讲 就看你本身的基因 再加上你的体质的健康方面 因为这些问题都是一个环境的问题 照旧而成 但是如果是长期没有做调理的话 这些影响就会慢慢导致 我们身体的一个老化 慢慢地形成 是 所以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一边 是 Dr Jeff有一些女生 她可能是什么情况之下察觉 她并不是因为停经 她才察觉她提早更年期 她是因为她可能想要有小孩 她发现她没有卵了 这个更年期提早到来 是因为这个卵巢出了问题吗 一般如果以更年期的 一个我们叫definition 就是说什么叫做更年期 就是说当她的卵巢 完全停止工作了 这样子的意思就是说 她已经更年期了 或者是如果有些 一般我们看到那种 她们是因为卵巢 子宫之类的一些病状 然后做了一些切除手术之类 她们也是属于 更年期提早的一种主要原因 是 那刚才我看到就是卵巢提早衰老 可是为什么她会提早呢 什么原因导致 这些衰老跟我们的健康方面的因素 生活方面的作息息息相关 很大的因素我们看到都是 因为现在人在城市里面生活 压力都非常的高 和生活习惯都是颠倒的 这一方面是逐渐地使得 我们的人类 尤其是女性这方面 很容易进入快速加速的老化 所以由此可见 一个人就处在一个压力 或者不健康的一个生活习惯当中 不只是外观上可能皮肤不好 但是她的身体里边的一些某些器官 也会有影响 是 那病人 这个人 如果我们女生一进入更年期 就没办法回头了 是吗 因为她是永久处于 就是这种比较 比如说皮肤松弛 衰老的状态 是这样吗 如果一般只要我们的卵巢 它肯定是停止在产人的时候 这个算是停经 然后这样的状况就是永久性了 明白 无可逆转 无可逆转 吃什么都没用 就不可逆转 所以你不用再问 可是我这里有一个问题 因为刚刚我看到 就是可能这个卵巢切除手术 之后的这些病人 可能就会面对 这更年期会提早的 有没有说 因为可能有个病人 他在二十多岁 他就面对这个问题 他必须要进行有关的手术 那卵巢没有了 看就是刚刚就是病人有说 卵巢非常重要 对不对 那没有了之后 他会不会提早更年期 马上二十几岁就更年期了 会有这个可能吗 对 这个可能是有的 但是如果一般的医学里面 我们在考量的时候 就是说如果它是一个子宫的病状 或者是没有影响到它卵巢的话 但是它的子宫之类是有病状的话 可能切除了它的这个子宫 但是尽量保存它的卵巢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预防它的这个更年期的提早 那有一些人说什么更年期来之前 有什么过渡期 这个是真的吗 医生 这是真的 其实更年期是一个慢性 一个慢慢的一个转变 很多时候女性会开始有一些更年期的一些症状先 但是她还没有完全停静 所以她会感觉到一些症状来了 所以可能这些症状会一年到五年 慢慢的这样子的呈现和慢慢的适应这样子 这样一般上明显的症状 所谓的症状是怎样的呢 比较常见和明显的症状 大多数女性会觉得情绪上面波动会比较大 她家人很辛苦 她要五年情绪波动 除了这个之外 除了这个更加严重的话 甚至会影响到她们的睡眠 或者是在晚上的时候 女性她们会觉得好像胸口非常容易热 容易流汗 甚至她们会觉得忧郁和焦虑的一个情绪问题出现 是 所谓的流汗就是可能这位女士 她在这个冷气房里边睡觉 还是在办公她也是会冒汗 是吗 对 别人觉得冷她觉得热 这个只会出现在晚上吗 还是白天也可能会出现呢 比较常见的是在晚上 它就比较特殊性的一个症状 那其实在这更年期的时候 到底我们身体的荷尔蒙是经历了什么变化呢 是什么东西 多了 什么少了呢 一般更年期的时候 当我们的卵巢停止工作的时候 我们的卵巢最主要产生的荷尔蒙就是 这个磁激素和孕激素 还有一些膏碗激素 所以这三个荷尔蒙就会降低了 当我们停经的时候 是 我们身体需要这三个荷尔蒙来维持一些 健康方面的作用 可是 老师 这里 搞完技术 我还以为只是给男生的 你懂吗 女生也是有的 女生也是有 她大概是男性 正常来讲男性的10%左右罢了 她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她很多方面 尤其是在我们的心脏血管的一个保健 和我们的骨骼 骨骼的保健 甚至是皮肤 胶原蛋白 然后这些女性太美 如果担心老化 停经过后 这个荷尔蒙就是 影响这一方面最大的地方 好像很重要 我以为只是磁激素在产生作用 对 因为磁激素感觉上 就是给我们有女性的特征 比较强烈 对吗 对 但是高丸素也会影响我们的性征 对 所以一般上 那比如说有关的这个激素 真的就是在一个不平衡的水平当中 那么如果从外观上 我们是否看得到这个女士 可能她皮肤会出问题 或者比较老化一点是怎样的 一般如果停经了的女性 她们很大的时候都会在外观方面 发现到最大的改变 尤其是皮肤开始出现干燥 甚至敏感的问题 而且很多女性就开始发现到 皮肤的这个尤其是脸部 她皮肤下垂得比较快 很容易长皱纹 粗皱纹 甚至色素斑点之类的问题 就会逐一地出现 就那个包括手臂的那个白白肉 双下巴这些 其实都不只是胶原蛋白的流失 而是这些磁激素的变化 然后身体就是可能有些人 就女性到了某某的这个岁数 可能这个身形会走形 可能比较容易肥胖 这也是因为激素的问题 是吧 当一个女性进入荷尔蒙的转变的时候 身体的形状和她的这个状态 就会出现肥胖的一个转变 是当我们身体开始在做 弥补型的一个调整 所以我们比较容易肥胖 如果这个时候我很疯狂地健身 这肥胖的问题可以解决吗 至少不会这样快恶化 但还是会胖 肯定会比年轻的时候胖 意思是这样 可是你可能要做双背的运动了 那个时候 好累 现在都已经很累了 那么除了就是可能刚刚提到的这个身形 有没有说 因为我听说有一些人可能 我们的这个听力 或者我们的视力也会减退 对不对 这方面也是会的 可能很多人会忽略这一边 因为一个人衰老 尤其是听经过后 我们的神经线 尤其是头脑的神经线 包括眼睛的神经线 耳朵的神经线 都会开始的老化 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视力 听觉 都会开始的下降和老化 可是牙齿的变化是什么呢 会变黄还是怎样 牙齿其实跟我们的盖子骨骼的 一个老化一定对的 就是一个女性听经过后 比较容易有骨头疏双症 牙齿也比较快地疏松和老化 是 会松脱 会掉牙齿 对 那么这个心理的情绪 我觉得不用说了 就是她可能就很小的事情 她情绪比较容易波动 对不对 是 对 那会影响我们子宫吗 女生的子宫 子宫主要来讲就是 开始没有来业精了 而且通常女性会有下降的状况 平静了过后比较干燥 或者是家椎的一个感觉 是 是 她讲就是阴道比较干燥了 明白 那刚刚有提到子宫 对不对 那么女性很多人说 都是我们要保护 就是你们的子宫 对 那么到底有什么食物 可以保护女性的子宫呢 我们立刻来看一下 保护子宫的食物 牛油果 女性子宫出现异样 与体内磁激素的不平衡 有直接关系 所以只要调节体内磁激素 就可以确保子宫的健康 适量摄取牛油果 可帮助平衡女性体内磁激素 并起到保护子宫的作用 此外 牛油果也可帮助 减少因分娩而产生的多余体重 从而防治子宫颈癌 红萝卜 研究表明 一个星期吃5次红萝卜 可以使患上子宫癌的几率降低一半 这是因为红萝卜中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 在体内可以转化为维生素A 充足的维生素A 能抑制体内癌细胞的生长 同时帮助增强人体免疫力 樱桃 樱桃富有丰富的叶酸 适量的摄取 可以帮助保护子宫 当妇女在备孕及孕期时 摄取足够的叶酸 可以减少胎儿患上先天性疾病的概率 研究显示 常摄入叶酸的人 其子宫癌的发病率 比不常摄入叶酸的人 要低74% 山楂 山楂含有柠檬酸、维生素C 以及脂肪酶等多种营养成分 能够有效促进人体血液循环 达到扩张血管的作用 此外,除了帮助降低血压之外 也可以加快排出体内胆固醇 达到降低血脂的功效 并且预防卵巢疾病的发生 不过孕妇需要肾食伸扎 因为过量摄取可能会刺激子宫收缩 导致流产 欢迎回到《火力加油站》 那今天我们聊的主题就是女性的更年期 我想请教一下邱医生 就是有没有办法预防更年期提早到来 因为现在很多人提早到来 有预防的方法吗 更年期基本上我们就是要注重在生活方面的 平时的生活方面的作息 尤其是在一些城市里面 或者是生活压力大的一些状况之下生活 我们就要了解其实这方面是影响力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应该要经常保持一个均匀的生活习惯 就是说有适当的运动 然后饮食习惯要调整好来定时的进行食物 然后有足够的睡眠 然后有正确的舒缓压力的一个方式去调节 这样子的话才会在我们生活方面 做一个足够的预防工作 才能预防到更年期 明白 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到这环境或健康 其实蛮抽象的 对不对 那么可是如果要判断 就是某某人他就是更年期的话 那么其实一般上 医生医师你们是怎样看的呢 一般上如果女性大概是在50岁左右 然后她开始有一些停轻的现象症状 比方说就是很热 情绪波动 晚上睡眠不好 然后再加上她已经有完全停经多过一年以上 然后我们就会建议他们去用一个咽血检测 所以会发现到他们体内的一些激素会提高 和一些这个我们叫硬酮 或者是一个磁技术也会减少 然后荷尔蒙的一个转变 用血液的报告 再加上这些症状方面的一个搭配 来判断整体的一个停经现象 是 老师 这个是什么激素会升高呢 不是都会跌吗 对 好 当我们身体的停经的时候 我们的就是卵巢就会停止工作 停止工作的时候 它就会缺乏产生这个磁技术和这个孕之素 所以我们的大脑就会感应 就是说我们缺少这个荷尔蒙的 所以我们大脑产生出来的一个激素 叫做Folic Stimulating Hormone 和Lutinizing Hormone 有两个FSH和LH 所以它会大量地提升 来重新地刺激我们的这个卵巢 但是它卵巢是完全没有反应的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反应 在我们验血的报告 我们就可以评估得到 所以表示它的激素提高 它的卵巢没有给反应 就表示它的卵巢就是停止工作停经了 所以就是应该 就是怎么说应该高的还是不高 应该低的还是不低 那刚刚Dr.有提到 就是这个验血的报告 对 那一般上 类似要做类似这样的验血 就是我可以普通去一些诊疗所 或者一些这个化验的中心吗 还是一定要找一个专科呢 这个其实如果可以找到一个 比较熟悉处理这一方面 更年级的问题 或者是荷尔蒙方面的一个专科 会比较适当 因为从他们的角度验了过后 他们可以直接性地可以分析和判断 如果一般去验血检测的一个好像地方 可能他们无法判断和分析 就这样子的话可能就要跑两边 就花两次钱 对 一般我们去那个验血中心 他可能也不会验这两个指标 什么FSH、LH 应该也不会验吧对不对 除非我们特别要求 对大多数不会 所以变成可能就要重新验过 明白 那如果是从我们个人 平时的那个情绪的转变来判断 那个准吗 比如说有一些人是常常脾气坏的 那个是长期稳定的坏脾气 那可能是一种 他就长期的更年期 不是那个就是他 他本来就是可能情绪比较波动的人 情伤可能没有很高 对 那么就是一般上 刚刚doctor一直在提 对不对 可能就是睡眠不足 或者是情绪 刚刚你也讲到的 就烦躁等等的 那我想问 有没有一些人 就是烦躁就是容易发脾气 那有没有说 他就是一直处在一些 比较焦虑的状况的 会吗 如果在更年期的时候 会 有些女性的确在更年期的时候 他们的反应非常大 非常的敏感 所以他们会突然间觉得自己是非常的焦虑 非常的烦躁 甚至的忧郁 所以他们会觉得人生突然间会觉得好像 没有意义 对 所以这个是他们会突然间觉得的 是 所以这样的现象 这样的角度 就有可能他们面临着平静的过渡期了 所以就是要找一个专科 不然的话他可能也会觉得自己是忧郁症 是吧 对 因为很混乱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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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实就是说因为我们这种种种的情绪 其实日常生活也很常会出现 是 但我们比较考虑到是很多人说更年期 不只是老化的一个象征 而是疾病来临的一个关口了 对 那是什么疾病呢 会造成我们身体有不健康的一系列的问题 这方面其实 就是说在停经的时候如果面对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基本上停经也是处于一个我们非常需要看重的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停经过后当我们身体大量的缺乏这一方面的荷尔蒙 就是在此技术硬技术 其实在我们的健康方面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尤其是我们的这个体内的健康 好像糖尿病的风险就高了 胆固醇的风险就高了 是 骨头疏松症就是一个女性的最大杀手 是 女性的骨头疏松症就会导致她们的骨骼衰老 开始变得矮了变成驼背了 种种的现象就会出现 影响到她们的平时的健康和生活 这方面是停经其实在一个女性的一个健康的数字角度来讲 是非常非常的影响力大的 是 理解 那么老师有提到就是可能就是骨头疏松症 或者是一些高胆固醇 因为还会发胖等等 可是我一直联想不到这个糖尿病 对 我就要问这个 这个糖尿病为什么突然间 它就是变成了导致的有关的疾病 好 其实当女性在年轻的时候 她有很高量或者是足量的 这个磁剂素和氤剂素的时候 她们会帮助一个女性 女性的一个特征就在这一边 她的这个荷尔蒙会帮助降低她的这个 我们叫做胰岛素抵抗 但是当她缺乏这些荷尔蒙的时候 胰岛素抵抗的一个现象就逐渐地形成了 是 所以导致她们在这一方面的糖尿病的风险 就逐渐地低高了 所以她吃什么还都会转成糖分 可是病毒 除了骨骼素抵抗症我还听说 就是说在更年轻的时候 女性可能她的脂肪会变小 是因为肌肉的流失 是因为没有了这些荷尔蒙之后 我们肌肉会萎缩吗 其实这方面也是很容易被忽略的地方 一个女性当她停经了过后 她的肌肉是很容易萎缩 而且尤其是我们的脑部神经线的衰老 配合肌肉的萎缩 使到一个女性在一个生活方面 就是说她的体格的运动 或者协调方面开始衰老 所以她们可能运动方面会开始迟钝 开始没有这样活跃 然后她身体会觉得很容易腰酸背痛 很容易扭伤 受伤到关节 种种地会影响她们的健康素质 是 所以这些是需要去注重的 可是脑部会衰老 可是这个好像很严重一下 其实停经的时候很多人忽略 当一个女性停经十年 二十年过后 她的这个老人痴呆症的疾病风险 其实是蛮高的 这就是阿兹海默症 对 那也是因为激素而造成的吗 对 就是缺乏这方面的激素 导致这些神经线的衰老就加速了 所以医生一直在提 就是一定要处在一个非常健康的环境 然后就是可能要时常做运动 然后就是这个饮食非常重要 那么饮食我们应该如何调整呢 我们立刻来看一下一日三餐最佳的时间 到底是在继续 一日三餐最佳时间 早餐 早上七点左右 早餐是一天中至关重要的一餐 吃得好与不好 关乎整天的精神和身体健康 早上七点左右 肠胃已经完全苏醒 消化系统开始运转 这个时候吃早餐最能高效的消化 及吸收食物营养 早餐前应先喝水 人经过一夜的续眠 消耗了大量的水分和阴阳 起床后处于一种生理性缺水的状态 先喝水即可补充一夜流失后的水分 还可以清理肠道 午餐 中午12点至下午3点 午餐一定要在中午12点至下午3点 若能维持体重下降幅度将明显增加 午餐是补充体力的一餐 所以分量应该要吃得饱 因为中午时间是身体消耗日量最多的时间 但体内胃肠道的消化积极性 已经远不如早餐的时候 所以用餐的时候需要细脚慢烟 晚餐 傍晚6点半至晚上8点 傍晚6点半至晚上的8点前用餐最佳 而晚餐方面最好选择一些低热量 薄腹感强 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 如粗粮 果 酥 切记千万不要不吃晚饭 因为晚餐之后离下一餐进食的时间 需要十多个小时 胃浆难以承受 另外切记晚餐或者四个小时内不要睡觉 我们说到更年期 既然它会影响我们的健康的问题品质 那应该要怎么样来补充一些保健品或者营养品呢 对 这一点我们再请教一下医生 陈医生 我们想要请问 女生进入五十岁 开始更年期之后 要补什么比较好 一般如果尝试来讲 大家可能都有接触到之类的 就好像维他命D 钙质酵 甚至一些我们叫晚餐浆糖 甚至一些Omega3的油 一些维生素B 这些可以在我们更年期前 大概可能三 四十岁左右 就开始大量地去进补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把我们的体制搞好它 是 所以病房在我们停经过后 才不会这样容易地快速 形成骨头疏松症 或者是种种的一些疾病 是 那么Dr Jeff有提到就是大量地补充 所谓的大量是如何拿捏呢 就是每天要吃 要有时吃 有时不吃 就是可能在三十岁就开始要补充了 刚才我看到就是那个EPO 那个油 我对它有一点陌生 可能Dr为我们解释一下好不好 这个其实是很普遍 我们在市场上一些药剂商都会买得到 它是有一点的帮助在我们的 子宫荷尔蒙方面的调整 就是说一般如果一个女性还没有停经之前 她的子宫还有本能 可以产生这些硬积素 磁积素的 但是有些时候要面临停经的时候 它会慢慢地出现失调的一个状态 所以导致一个女性有一些 女生会有一些荷蒙失调的一些现象 所以适当地去进行 服用一些EPO 是可以帮助协调她们的荷蒙的一个 协调感和功能 那我们发现女性越年长之后 那个经期可能会从五天 变四天 三天 两天 是不是代表这个时候 刚刚你列出的那一系列的营养品 都开始要吃了 对 主持人讲得很对 所以一般女性她不会说 马上立刻就没有来业精了 她会逐渐地慢慢发现到她的业精 每个月 比如说来五天就慢慢减少 或者是她的时间就越来越久 比如说每一个月来 然后以往是每一个月来 接下来她可能一个月半才来 或者是两个月才来 就慢慢拉长去了 所以表示她慢慢步入 跟年期前的一个现象了 她就应该开始做足够的保养了 所以这个就是要由有关的人士 自我去就是怎么说 提醒自己 对 提醒自己 我刚刚已经拍照了 剪着 还是等一下 可是如果真的是她没有吃 就是因为不懂 对 看了我们节目才懂 那么可是她已经过了 可能已经50岁了 对 过了更年期 那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补充的吗 老师 如果她真的是完全没有保养到 她过了更年期 这些营养还是需要的 这个加倍吗 两倍 这个要大大量 乘二 对 有效吗 这样 其实她这个时候就发挥不到 太大的作用了 但是还是需要的 照吃就对了 对 还是照吃 但是停经过后 如果要在健康方面 做足够的保养和抗老的话 就必须考量到 要采用一些荷尔蒙或者是一些技术的方面去补充 才会真正的去改善到体内所流失的这些荷尔蒙 明白 所以这些方面可以采用一些生物同质的荷尔蒙 或者是一些非生物同质的荷尔蒙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的医学抗老里面 它有两种选择 生物同质荷尔蒙 也就是说它里面的含量是服用的 但是它里面的含量是跟我们人体产生的 这些孕基素和质基素是相同的 都非常安全 而且是有效 所以生物同质荷尔蒙 就是一般我们所听到的一些好像常应用在避孕药之类的 它也是有一些孕基素和质基素 但是它的成分 化学成分跟人体的天然产生出来的荷尔蒙 是不相似的 但是它也是有一些医疗的功效 所以有两种方式去改善荷尔蒙 尤其是给女性提醒过后 但是这方面就要一个专业医生去判断和进行 医生哪一个比较好 是 可是医生来判断就是 不同的人是适合不一样的 是吧 还是它成本 那个价格不一样 成本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是 而且另外来讲也是看方便 因为现在马来西亚可能还有很大很多的这些专科 或者是有处理这些临经问题的 他们都还没有采用这个生物同质性的荷尔蒙 所以比较方便还是非生物同质性的 然后生物同质性的都价格稍微高一点 是 因为它是防止我们的生物同质性的 那么非相同的这个生物技术就是用化学做出来的 是 可是老师我很想就是问一下 因为可能我们一听到可能就是一些旧思想 就以前留到现在的可能荷尔蒙疗法 我就觉得很恐怖了 荷尔蒙疗法 它的确是一种外来作用 所以这样子的话是会有一些副作用的 但是如果应用这个正确的方式 而这个限制的时间 它还是可以同样的进行的 相反的如果有的选择用到这个生物同质性的话 而且应用正确的方式去改善的话 它的这个副作用的机会就来得更低 而且它可以长期的不用 也不会带有什么太大的副作用 那医生 就是说这个荷尔蒙替代疗法 它是停经过后才开始做的疗法 它可以做到这一个女性就是拜拜 就是到门寿中正经 知道往生 还是它只做那十年 还是怎么样 现在医学角度我们逐渐可以看到 就是生物同质性的 如果是正确和专业的做法的话 它是可以吃到长期的 就是可以长期的保养 但是这些生物同质性的话就不可以 因为它的药性只能限制在某些时段 大致上是三年 最多五年就不需停了 不可以再继续吃了 所以还是要就是见一见这个专家 可是刚刚医学院有提到 就是所谓的副作用 比如说这些非生物的 那副作用一般上有什么副作用 如果是说它们常见的副作用 就是会导致一些乳癌的风险 或者是脂肪癌的风险 是 但是有些会导致我们的血液里面 比较容易凝固 就是我们调整的副作用 有些也会导致一些肥胖的副作用 所以一般上这些病人或者这些女士 她一定要经过正确的一些血液的检测 然后专科医生的一些就是 你要算你要吃什么药 什么激素 它的剂量等等 对不对 对了 对了 所以医生你们在给这种替代疗法的时候 也会同时不定期给她们再咽血吗 是这样吗 对 其实在这个治疗的过程 一个女性我们会大概是 可能每半年或者一年 或者是需要的话 每三个月就要定型的咽血 就要肯定她们血液的荷尔蒙 是达到一个足够而且没有超标 而且是可以达到一个抗老作用的水平里面 那么其实一般上 多长会做一次这个咽血的报告呢 大多数是如果已经稳定 如果它已经是生物同质性的 所以大致上大概是一年一次都可以了 对生物同质性才需要三个月了 可能去观察它 对 好 那如果我什么都不要做 不要这些替代疗法 我个人生活上的调整会有效吗 有哪一些调整呢 好 有些人想要比较保守一点 其实是没问题 但是可能他就没有无法享受到 这个荷尔蒙补充甚至抗老的作用 甚至在健康方面 他就完全不能回到比较年轻化 但是他可以尽量应用我们身体的一个本能 也就是说我们身体其实停轻了过后 虽然我们会产生很低的 或者是大量缺乏的一些荷尔蒙 但是还是有一点点在那边 一点点的 所以我们可以尽量多做一些运动 为什么呢 因为运动会帮助提升我们身体 对那一点点的荷尔蒙 产生一些敏感 提高它的敏感 是 至少它会感觉还好一点 好过完全没有 运动也会刺激它 是的 因为我知道运动 其实很多不同的运动的姿势 还可以刺激到不同的激素的 所以这个是非常简单 怎么说简单的一个方法 简单也免费的 对 那所以今天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doctor 谢谢doctor 我们分享有关就是为什么女生 就是可能在家里突然间暴躁 就是因为这个更年纪来早了 好 那我们这里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 我们从中医的角度看看 怎么样可以去调养这个停经的问题 不要走开 好 这个时候我们马上从中医的角度 去谈这个更年期的一些状况 怎么样通过中医的一些药材 饮食 来调理身体 是 那如果在西医呢 就是西医的医生会觉得就是激素 这个激素有了一些变化 但是在中医来问一下我们的中医师 其实身体是缺乏了什么呢 我们立刻来请出门的李素文 中医师 你好 李医师你好 整位主持人好 是 那么如果在中医的角度 你们是如何就是看这个更年期的 好 那在中医的角度呢 更年期的调理方法其实是可以通过 不用中医 针灸治疗 穴位按摩 调散调理等等 来帮助改善一些不舒服的情况这样子 这个肝胜不足是更年期一定会出现的吗 对 这个是更年期中最常见的这个类型 对 所以它的主要表现呢 就是有这个腰痠背痛 然后头晕 耳眠 五星烦热 心地失眠 潮热 倒汗等等 这里没有讲到脾气暴躁 老师 脾气暴躁是属于五星烦热是吧 是吧 对 脾气的话 德嘉就是德嘉会讲的 是 对 这个主要就是用这个调理 补肝肾的这个方式来做的 明白 那一般上如果就是中医的调理呢 就是可能会喝一些茶饮啦 一些药汤啦 按摩可以不可以呢 按摩也是可以的 我们的话一般就是通过穴位的按摩 来改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 哪些学会呢 对 主要的话就是泰西还有这个三阴胶 那么泰西呢 它是在我们这个主内侧 内怀肩跟这个根肩之间这个凹陷点 按下去有这个酸酸的感觉 就是这个泰西学啦 是 那么三阴胶的话呢 同样的也是这个内怀肩上 我们放上四个手指 那么相对应的这个点就是三阴胶了 明白 那么如何按摩呢 那么其实一天要多少次呢 老师 对 一般上这个穴位呢 我们每天都可以按摩两到三次这样 然后每次是三分钟 对 就我们按压下去 顶个三分钟不要放手吗 还是可能算个十几秒这样子 对 就是其实它是你就是按着 然后旋转这样子式的按摩 一分钟后你可以休息十秒 然后再继续按摩一分钟 对 所以轻轻的就可以 不需要可能就是太重了 对 轻轻的 对 那刚刚我讲到一些茶饮等等嘛 那可能就是我比较懒惰 不想按的话 有没有说有一些茶饮呢 是适合的呢 对 for这个肝肾不足的人呢 我们建议的是可以 饮用这个起菊鸡蛋汤 药材呢就是这里所显示的 主要的这个功效呢 就是可以帮助补育肝肾 然后养心安生 其中呢好像这个枸杞啊菊花 就是可以帮助补肾又清肝 然后熟地黄山药三助鱼呢 就是可以帮助补肾养阴 然后补小麦啊 大枣干草 就是可以帮助脸汗养心这样子 最后呢这个鸡蛋呢其实它也是有作用的 因为它是有一个自阴润造的这个功效 所以它是很适合配着这整个药杉汤一起服用的 所以家庭观众要赶紧朝下来 那么我想问怎么去 它是哪来包的还是哪来就是用水烫还是怎样呢 这个是汤 所以就是要你可以用那个养生糊来炖 或者是slow google这样子来煮 对方法呢其实也是很简单 就是你要先把这个鸡蛋先煮熟后 然后去壳备用 然后再把这个药材洗干净之后 就放到锅里面加适量的水 大火煮滚后就小火煮40分钟 最后呢就把这个渣去掉 留下这个汤再加入这个鸡蛋就可以食用了 那老师这道汤可以天天喝吗 一般上我们建议的话是一个星期 是喝两到三次这样子的 然后都是白天的时候饮用 那比较容易吸收这样子 它应该不会上火的吧 对吗 这个不会 对 因为它是知音的 对 因为它有菊化应该是不会上火 对眼睛也特别好 应该是 那么老师 除了刚刚你说的那个 那么刚刚我看到就是有这个气泻 血淤的话 其实有关的这个表现又是如何的 关于这个气质血淤的人呢 他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就是 可能情绪会比较容易郁闷啊 然后会凶闷烦躁 就是刚刚你说的情绪上的问题 会比较明显的人 然后连着会比较暗淡啊 然后容易出现有黑眼圈 然后月经的时候血块会比较多 惊痛等等这些情况 那么一般上呢 常见就是像工作压力比较大 或者是情绪比较不稳定的人 对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 刑期获选方式来调理 对 我相信就是城市里边的这些女性的 一般都是这一个吧 对不对 这一类 它占比应该最大 对吧 对 可是因为可以分很多种不同的类 它会不会就是说混合的 老师 对 又有肝肾不足 对 可能又有这个 对 会有可能 也就会有的 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类的朋友要怎么调养呢 所以这个的话 我们如果是从这个穴位按摩的方式呢 主要就是一按个太冲 还有合骨穴咯 太冲的话呢 一般是在这个足背上 然后第一和第二这个植骨之间 凹陷处按下去也是有犯犯的感觉 那么合骨呢它是在我们这个手背 第一和第二掌骨之间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拇指的这个指尖关节和纹 放在另外手的骨口之里 那么指尖下按下去也是一个酸酸的感觉 那么就是合骨穴了 了解 那这个合骨的这个血位 我告诉你啊 什么病都可以按这样的 另外就是因为它脾气并不是很好 就是气烦 有没有说可能一些汤药要采用的话 可能就是压着它的气 没有那个郁闷那个闷气 有那么大的火 对 压着它的火 就是这样吗 对 对 有药汤啊 就是情绪比较不好 或者消化不好的人 其实都是可以使用这个血位的 那药汤呢 是这个玫瑰四物汤 对 很像花塔类 建议说就是玫瑰四物汤 对 它其实也是足汤 所有的材料就是这里显示的 然后做法呢其实也是 我们会先将这个事物 就是当归熟地 白勺跟穿胸 先放进锅里面加水先煮 那么煮了三十分钟之后呢 我们后后再加入这个玫瑰花跟薄荷 再继续煮一个十分钟 这样就可以了 是 最后的话我们可以依照个人的这个口味呢 加一些冰糖或者是红糖 就是调一调味这样子 就是调味了 我感觉这个很好喝 是 老师比如说 有一些人不喜欢玫瑰的话 可不可以选用其他的这个花类 比如说好像蜡蜡 不是也是可以怎么说 让你的心情比较舒适一点 就是让心情比较愉悦的这个都可以的 可以加薰衣草 是 那再来有人说这个更年期会胖 是因为有湿气 这个在综艺上也成立吗 对 成立的 那他应该怎么解释这个问题 ok 对 最后我们讲的一个症状呢 其实就是脾虚湿肾的人 其实就是消化比较慢 然后湿气比较重的一个表现 是 那么他们的这个症状呢 就是会出现形体像是比较圆润的 或者胃口会比较不好啊 容易疲倦啊 大便比较烂 然后白带会比较多这种情况 这种呢 其实就是比较常见于这个 这个三餐比较不定时 然后喜欢吃冬口味啊 辣啊 冷啊 甜食物的人 通常这种时候我们就是要用到 健脾去湿的这个方式来进行调理 明白 那按摩的这个血汇又会在哪里 也是在我们的这个下半部讲那边吗 对 一般都是最常见的就是我们会用这个 这个叫做竹山里的这个血位 嗯 那么竹山里呢 要先找到的一点就是叫做外溪眼 那么外溪眼呢 它其实是在这个我们冰谷下方 然后外侧有一个凹陷的地方 找到这个点之后呢 我们就会先放上这个四个手指 然后呢 就是从这个外溪眼直线下来对应的这个点 那么就是这个竹山里了 这个消水种呢 只有竹山里的血位可以按吗 还有其他的血位吗 一般都是竹山里 有的 还有 对 一般最常见的是竹山里 还有另外一个血位呢 其实是在竹脂 就是它是在我们竹脂的正宗线上 然后我们可以在竹脂上面 放上一个手掌的距离 然后拇指指的那个地方 就是中婉学的 就这边 很靠近胃部 对 竹脂的那边 就是靠近我们胃的地方 就是竹脂上面 对 对 就是在胃的那个位置 明白 所以如果就是 如果我又按我的竹山里 又按就是肚子的那个位置的话 会不会事半功倍呢 可能更有效一点 加倍 还是怎样 加倍 会吗 对 就是一起使用的话会比较好 那如果再配糖药 应该会四半多倍吧 对 有哪些糖药 老师 对 老师 所以这些糖与老少都是可以应用的一个药三汤 嗯 材料呢就是有酸药啊 福林莲子 简石这样子 是 然后 它主要的这个功效呢 其实就是很简单 就是健脾去死嘛 然后其中的三药呢 它是有一个补气 然后健脾的功效 嗯 那么福林莲子呢 就是可以健脾 然后沥水 最后呢 就是晚上的时候他们会发热嘛 对不对 那刚才介绍了几种的这个汤药 会不会就是说这一汤药在晚上喝的时候呢 可能会比较见效还是怎样 汤药的话就是一般上还是会建议 白天的时候喝会比较好 为什么呢 对 因为白天我们的消化系统是比较强的 对 所以白天喝的话 吸收能力会比较好相对来说 那么应该是空腹喝 还是就是要吃饱饭之后喝 一般上是吃饱之后 可能你隔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 再喝这个汤药会比较好 对 那意思假设 我就没去看中医 那我就看了这三种不同的汤药 我就轮流一个星期 有时候喝第一种 有时候喝玫瑰的 有时候喝四神汤的 有时候喝四神汤的 这样子交叉着喝是会出问题吗 其实也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你是可能比较 你的症状是比较典型的 那你就可以根据 不同类型的汤药来进行去 是 这样子 效果会更好 是 明白 那么很多人说 就服用一些中药的时候 对食物上可能有一些禁忌的 那比如说服用这些中药的话 这些女性有没有说 一些东西不能吃呢 有的 就是你在喝汤药的时候 我们最常就是叫患者 要少吃的东西 就是主要是甜的 太甜的食物 像是蛋糕 或者是冰淇淋这种 然后再来是冷的食物 对 像是大白菜 包菜 然后白萝卜 这种比较偏寒凉的食物 甚至是海鲜类的 都要少吃 那水果类有没有要忌讳 比如说像西瓜它算寒凉吗 对 你说对的 其实像水果的话 主要就是西瓜 然后黄梨 然后梨子这种 是比较偏寒凉的 那么我们就要少吃一点 对 那要特别注意了 那么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 老师来到这里 就是教会了我们许多的 不同的血味的按摩 以及针对性的这些汤药 谢谢李医师 谢谢 好 谢谢 好 我们来聊一聊 就是说要健康 很多人也会提上说多吃糙米 对 吃糙米也有它的学问 对 那么其实吃糙米 如果你吃得对的话 当然就是可以帮助你了 可是如果你吃错了 或者方法用错了 那会怎样呢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的话 也欢迎你发简讯给我们 018-370-0792 明天我们有专家为您解答 我们明天见了 拜拜 是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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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